南韓電影夢想之地 在上一節的時候 我們有告訴您 在今年的金球獎 拿下了最佳外語片 那這個最佳外語片 其實也被譽為是 奧斯卡的前哨戰的大獎 他能夠拿下金球 幾乎預言了奧斯卡 已經利於不敗 那事實上南韓電影 上一回在奧斯卡拿下大獎 那就是寄生上流 当時這部電影 也讓南韓的文化 泡麵泡菜等等的 商品成為了討論的話題 因此在今天的大世界話題 我們要更是一步 帶您來關心南韓 透過影視文化 所帶動的本土商機 我們聊到南韓的時候 或許我們一開始 會很直覺的想到 一樣東西就是泡菜 因為他不只被聯合國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他更突破了武漢肺炎的困境 外銷創下了好成績 但是中國媒體 有一篇報導聲稱 全世界的泡菜製作方式 應該要以中國的泡菜為標準 這件事情惹露了南韓的民眾 這也掀起了兩國的一番口水戰 只不過沒想到號稱 泡菜宗主國的南韓 卻被自家的媒體爆料 國內餐廳有高達99%的泡菜 是中國進口 而除了泡菜之外 還有一位 你可能過去不大知道 就是現在目前南韓迎來了 21世紀最強的寒流 接下來大水紛飛 但是他們人手 還是不離得這杯冰咖啡 除了他們在低溫底下 還是離不開咖啡這位 他們平均每人每年 還可以喝到超過300杯的咖啡 讓南韓成為全世界 第三大愛喝咖啡的國家 他們咖啡廳的數量 更是僅次於國民美食炸雞店之後 南韓人就是愛喝咖啡 是連咖啡廳都改變了 南韓人的生活型態 不再只是喝茶聊天的場所